台北市警局偵查所水珍國處理 夜店舊翻遭圍毆制死案 因再押被告多達17人 台北地院破天荒分三個法庭 同時召開接押庭 以免開庭時間過於冷藏 主線曾威豪由心同及肖瑞宏 雖然哽咽請求交保 不過合意庭評議後裁定 17人全部繼續擠壓警戒 台灣將成為全球第一個 全面淘汰水銀路燈國家 行政院宣布 明年起將去資54.9億元 推動汰換水銀路燈 全面裝上LED燈 放年12月底全數汰換後 每年節電可達6.4億度 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33萬公噸 美國國務院發布訊息指出 台灣已加入對抗 伊斯蘭國全球聯盟 以免國等合作對抗國際恐怖活動 據國務院名單 加入聯盟的亞太國家 包括日 韓 澳 流等 而中國大陸不在其中 今年球季表現亮眼的 旅美棒球好手陳文英 今天在臉書分享喜訊 二兒子順利出生 他全程陪伴老婆生產 深深感受到女人的偉大 且這老婆您辛苦了 陳文英預計12月返台 明年球季繼續效力 於巴爾地魔經營隊 《青道人海電視》整理報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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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《青道人海地》總統